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奇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04期的节目 我们今天做一点比较正常的变形金刚玩具 这个是DX9所推出的电脑拐节波纹 这是一个sample没有外包装没有外包盒 所以的话就没有展示了 我们直接看一下玩具 首先的话我有一个强烈的 这好像是魔方的玩具 它的一些你看这些一些结合的点 还有它的一个尼容的一个用料 会让我有这种强烈的感觉 像这一代 这个像是一个扣进去的这种手感 那它有一个很大的卖点 就是它身上所有的轮胎 我发现它这里有12344颗轮胎 在变形成车辆之后 它们全部都不是真正的车轮 而是全部都隐藏起来 而且它身上由于是这种尼容用料的关系 没有这种掉漆的这种疑虑了 作为一款头领战士的话 它的能量条也是有做出来这个刻画的 那有趣的是这个能量条的设计在2015年还是14年 官方的TITANS RETURN的系列里头却没有使用 那么它这个都为一个头领战士 它这个头部的话当然是可以变形的了 变出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如果镜头再拉近一点给各位带一下 这个镜头里头应该还是能看得出来 脸上居然有一个愤怒的表情 不过它的这个小人状态下 可动就只有腿部而已了 基本上手部的话直接就都是零件 就没有办法做其他的可动 那可以让它站在旁边 这个视觉效果大概就这样子了 那它的武器的话是一对的双枪 双枪的造型两边是一样的 那么来看一下它的可动 头部左右转动没有问题 胳膊的话上下有一个多的关节可以转动 手臂360度的转动 没有问题的 平局也是OK 二头肌的转动 手肘的话呢 由于是多重关节的关系 可以转到超过于90度 那手腕的话呢 也是可以转动 因为它的根部是一个球形的关节 腰身当然也是可以转动的了 背包略大 脚往前踢 这块整块部件一起动 膝盖弯超过于90度 这个地方会裂开 那脚踝的话呢 是有一个接地 但是它的脚后跟呢 因为是空的 所以这款玩具的站立的时候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脚啊 这个脚掌的话 今天往后多推一点点 然后人物站立的中心呢 稍微啊 要稍微有点前倾 可能它的一个站立性 会再好一点点 我们来进入它的变形环节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后面的背包 这个地方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把这一块部件往上挑起来 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 挑起来 然后呢 两片部件先往外面翻出去 它这里其实有凸跟凹的结合 但是在变形的时候 轻轻一推就开了 然后呢 这个锡形扣呢 一直都没有办法扣紧 它胶有点软啊 但是无所谓啊 这个基本上不会掉也就行了 那我们把它往前面翻上去 记得这一片部件收进来 然后呢 记得啊 把这片部件翻成这个形状 因为它到时候是车顶的一个 车上的这个面 所以记得翻到这个方向 好 那在这个方向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里的翻折 这片部件翻出来 然后呢 这整个部件 可以做一个翻转 翻上去 翻上去之后呢 把它往内折进来 折进来之后 我告诉各位这个手怎么收纳 手的收纳呢 是把这个拳头给转进来之后 摆进来 这个地方呢 尽量把它给靠拢 放到这里 好 就只能先放到这样子就行了 各位按照这个形状来放就行 这片部件翻出来 然后呢 整个部件做一个翻转 它只有一个方向能转 转错方向的话呢 它就会转不动 所以各位也不用担心 好 两只手呢 把它给塞到 像是车子的一个下方 到这边来 那车子的顶部的话呢 你看到这里有两片部件 这个地方 透过双动关节 透过双动关节 把它往上面过来 到这边 那两侧的话呢 就做一个组合 这个的话呢 算是它第一个 组合的一个重点 放到这里 这样就行了 这个下方的手 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不是很重要 好 先按到这边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进行它的一个腿部的变形 腿部变形也是很有趣的啦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脚的话呢 往前面推一点点 推一点点只是说 方便我们把这个地方扯开 整片部件 就推到前方去 这个没有非常熟悉的 一个变形的感觉 那这里要记得 这一片 这一片部件 要推到 这一个位置 我一直不要搞错了 然后呢 脚的话呢 到时候要往上塞 往上塞的时候呢 这个部件先推开来 我们先把它做一个 这样子一个翻转 好 然后呢 再把脚的话到这里 我们到时候呢 要记得这样子 把它给推上去 这里有一个变形的重点 刚刚我们要看到 刚刚我这样 我往后搓下来 这边翻到这里 再往前放 这里要记得 这个黑色的这个轮胎 要压到这里 靠到这边 这样才是OK 这里靠过来 然后这个凸 要让它冒出来 因为这个凸呢 要结合里面的 这个缝 这是最重要的 一个结合点 这里如果没有 推到位的话呢 整个变形 就是失败的啊 这里翻出来 把整个脚的话呢 这里 双动关节推过来 你看到没有 这边 你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哦 变成这样子就错了 你要把这一片 推到这一片的后面 这样才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部件 往前面推过来 到这边先等待就好了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把它侧边推开 侧边推开只是方便 我们这里做一个旋转 最后我们还是要让它 回到原尾的 然后往前面 这里 往上面推上去 到这里 记得吗 这个部件 黑色部件一样 挨着它 这个凸一定要显现出来 好了 到这里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最重要的结合点 就是我刚刚提过了 这两个凸 要让它扣到里头 这两个缝 那我们现在就不管 其他地方怎么样 我们先把这两个地方 给扣上去 没有比这个结合位点 更重要的了 把它给扣上去 用力的呢 把它给压下去 摁好之后的话呢 它的位置呢 大概会跟后面 黄色跟咖啡色 大概是切齐了 到这边之后 最后就成了这里了 这里有两侧 跟这里的凸凹结合 那我刚刚有提过 这两片部件的位置呢 你的那个内外位置 如果弄反的话呢 在侧边这里呢 就会无法进行一个 正常的一个结合 扣的时候呢 连前方这个地方 这个类似于C型的 这个组合呢 一起的呢 把它给扣上去 车型态的组合呢 是从后面这地方扣紧 然后再扣这边 最后再扣侧边这里 那么把这个车子的顶盖呢 盖上去之前的话呢 我们给各位 先简单的示范一下 它的头领战士呢 是可以收进车子内部的 这样一来的话 就一个驾驶车 车辆的一个感觉了 然后由内往外 这里把它给扣下去 这里一个松动关节 把它给压进去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一款 由DX9所推出的 这个至今的头领战士 电脑外节锅文的变形 就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人车的比例 当然这个车子 感觉还是比较大一点点 那这个玩具的推车的话 滚动性算一般啦 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我感觉肚子好像 会去碰到一点点 也可能没有啊 主要是它的这个轮胎啊 我觉得可能太薄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它的瘦力 可能不够多 所以它的摩擦系数 可能不太够啊 那整个车子的一个 变形过程当中呢 最主要就是这个 后面这个地方这个结合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啊 这里一旦压紧之后呢 前面大概就没有什么困难的啊 那作为一款小比例的玩具呢 这种变形的难度呢 是相当相当足够的 可是它记忆点也是很强啊 车型态下呢 那最不好的地方 可能就这个尾部啊 这个有点烂尾的感觉 前方的话 倒还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当中啊 整个造型也是方方正正的啊 不过这款玩具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 我觉得它倒角没有处理到很好 其实在变形的时候 手是会有一点点痛的 那它所附带的武器的话呢 没有别的方法啊 就只能够收纳在它的一个车顶啊 那造型怎么样 各位就自己做一个判断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这一款 变形极为有逻辑 很容易上手 记忆点超强的 DS9的电脑怪节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